進攻防衛 拳擊選手不斷地做訓練動作 第二屆臺北城市杯國際拳擊邀請賽 二十九日預賽開大 共有十二個國家城市參與 三十日身為地主的臺北市長 郝龍斌也接接了參與拳擊賽事的 國家教練與選手 這次臺北原住民隊就有八位選手參賽 除了常規的練習外 比賽前兩個月也要集訓練習 熟悉進攻模式 而六十四公斤及拳擊選手阿美族的蘇敬發 在二十九日預賽中遇到中國蒙古選手 戰況相當緊張 不過蘇敬發要求自己拿出自信攻擊 最後以七比六一分顯勝 就是自信要拿出來 然後就把你的動作都打出來 然後就不要退休 要打進去 就是一直攻擊這樣子 攻擊就是一種防禦 我們這次的訓練 其實在各地 我們都在各地 大概訓練大概一兩個月左右 那我們希望說這次的比賽 能夠原住民隊能夠有很好的成績 國際拳擊開大 這次原住民選手有六男二女 將進行圍棋四天的賽事 選手們把握每次練習時間 就是希望能為台灣奪得好成績 接著總戰五六台北市採訪不到 接著總戰五六台北市採訪不到 總戰五六台北市採訪不到 手札